大家好我是大妈 将邀请大家最想认识的名人 在我的会客直播室来点真心话 也聊聊你不知道的事情 或是你最想知道的事情 我在iSmart的知识台准备大妈会客室 我们很快就见面咯 大家好我是大妈 欢迎收看大妈会客室 对不起 大妈这个有的时候 大家好我是大妈 欢迎收看大妈会客室 周五十二点十五分 一起来到大妈会客室 谈谈家事国事天下事 聊聊你不知道的是 大妈会客室的来宾不分颜色 没有意识形态 只有真心好故事 首先不要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再加上小铃铛 好赶快赶快赶快 要来欢迎我们的这个民众党员 钱 钱 他说他比较喜欢叫钱发言人 后来想要叫钱幕僚 赶快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宝珍 杨宝珍 大家好 还有所有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宝珍 我现在就是 我有知道最近就是 党中央可能对钱幕僚三个字都对 有点那个 有点敏感 有点敏感 有点我通常都不会以 你拒绝 前幕僚自居啦 比较不会 可是你是啊 我是 但是我知道我比较不会去强调这些事情 真的喔 对对对对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那个镜头可以tag的话 我真的很希望他不然就拉到他的 我们宝珍真的变好漂亮 而且长胖长了一点肉 有有好像有回来一点 有好看了就好像在希腊的时候比较在肉一点 因为后来回来之后就那个吃的 就是三餐就没有那么固定 有这种事情我不吃也没吃 等一下一定会让你好好讲一下希腊 讲一下前面的一些故事啊 前幕僚的前面的故事这样子 首先呢 这个整个节目要开始之前 大妈呢 要先送给我们的来宾那个一个小礼物 好可爱喔 我一个小化妆包 这是桃马包 里面还有这个马塞肥皂 马塞肥皂 等一下好那那那我必须要拿错了 我跟你讲 其实其实我们是有演过的 因为刚才有断掉 所以很多很多来宾可能等很久 我们大概延误了大概快十分钟的时间 我也有从那个就是圣托里尼这边带了 带了这个一点点小小的新衣 然后因为就是前阵子就是大妈 因为这个大病出遇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接下来我们要过生 所以我提前就是送一点点小小的礼物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太巧吧 真的 你送了我香皂 然后我也送你 真的真的 谢谢谢谢 就是西洋那边都是很有名的那种 橄榄油的香皂 他们那边就有点 这个品牌其实就是现在也慢慢台湾护学看得到 真的喔 这个味道好棒 这个味道好棒喔 所以你确定你现在在跟我讲话 诶 她真的Made in Greece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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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就Santorini嘛 然后这边有一个OIA 它叫伊亚 就是伊亚小镇 它在那个Santorini岛 它是一个可以看全世界 最美丽夕阳的地方 真的哦 对 好 我等一下让你好好地 介绍一下希拉 为什么去希拉 因为很多人就怀疑说 你根本就是去度蜜月 度蜜月 真的没了 这我等一下好好成绩 你一定要来好好的 问一下 谢谢大马帅 谢谢哈尔 希望你喜欢 这个我很想问说 也有人说一开始节目 就要让你直求对决 但是我有点比较不忍心 因为我实在是忍不住 尤其看 我后有点感冒了 可以温柔 我前面好 我突然发现 你离开那个鬼地方 不是 好像变得真的是 而且神清气爽 然后笑起来非常的 非常的Open的感觉 那现在比较没包袱吧 没有 所以你之前是偶包吗 还是 不是我觉得是 就是以前因为在当党发言人的时候 然后我常常就比方说在节目上有一些讲话 什么的 然后常常都会被质疑说 你现在是你个人还是代表党 所以我觉得那个包袱会比较重 那因为现在我的状态 因为我虽然现在在基隆那边做政策推广大事 但我并不是直接是市府的员工跟公务人员 所以我相对并没有到就是可能包袱那么多 这种压力有不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状态是不太一样 现在稍微比较能够再更做自己 那我听懂了 所以你当时在民众党当发言人的时候 那你到底当时你设定自己到底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党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会有些纠结的地方 还是有 一定会有些纠结的地方 上节目之前告诉自己说我是代表党 可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不行 我一直讲不下去了 就变成自己的意思 下了节目又哭到不行 我怎么会讲这种话 根本是唯心之论这样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任何一个政党都是 每一个政党它做出来的决策 那个未必都是对的 我觉得任何一个政党都是 同意同意 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就事论事 但是因为我自己过往可能 有时候我知道说或许这个论调 我们的支持者一定会接受 但我觉得可能其他的群众可能未必会接受 对 我觉得尤其是在大选那段期间 其实我有特别特别的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最明显的有一件事情 是在民调那件事情上 哦 好你讲吧 你好像自己讲出来 我也感觉 自己挖坑票 好像可以不用 不用 来来来来讲吧 不要挖坑票 民调那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事后讲说 那是一个假民调 是在骗人的民调 你有这种感觉上 你是在帮忙掩耳盗领的感觉吗 应该说我那时候因为我常常去上节目 对 所以我去节目上 我当然因为去节目之前 我一定也会做功课 所以我就看了就是其他的 其他市面上的一些民调 对 那所以我觉得各家 各家的民调 因为他们过往通常都是有机可学的嘛 对 他们可能就是也不是第一次做 他们可能是过往都一直是这样子做民调 所以我大概知道说那这些民调应该 怎么说都有一定他的一个可信度或准确度的存在 同 但因为的确那个时候我看到市面上大多数的民调 我们是在第三 那个时候的确是嘛 那时候的确是 很多很多民调是这样显现 但是我们的民调做出来 但我觉得那个roll data没有什么问题 他既然roll data都敢拿出来 那肯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还有maybe他们自己加权的一个数据 对 那我当然也觉得OK 但我觉得没有办法直接说他是假民调 我觉得这样直接说也不公平 但是我只能说 我那个时候在讲民调这件事情的时候 老实说我也不敢讲太多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科学论证的事情 这样会内伤欸 科学论证的事情 所以我那个时候会觉得 我比较稍微持保留的态度一点 所以我可能不会讲太多 但是我会去 我当然会帮党说这个是有roll data的 那大家如果想要这个roll data 都可以来拿 这个没有问题 他当时其实是有给外界的人 可以去申请你要有roll data的数据去看的 那个时候其实在官网上面 他是有直接说你可以来信 然后说要索取这份roll data都会给大家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因为的确我觉得那时候 有点冲突点是 市面上同时的那些民调 大多又显示我们是第三 所以我就觉得 但是你说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这个政治的阴谋论 这当然是一种冲发 但我觉得我就自己会相对比较保留一点 你知道吗 这样其实也给我蛮大的打击 你忘记我当时去做了全台灣 十一个县市的街头民调 老实讲 确实只有几个地方 比如说新北 然后那个高雄 只有两个地方是输得很惨 输得很惨 但是其他的地方都还不错 那最 最让我觉得是说 没有想象中这么好是新竹 反而新竹没有很好 那当然这个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难免就会说 其实当时我自己心里面也有点起伏 奇怪我去做的好像不是这样啊 虽然那个数字很少 人很少 可是整个的结果不像这样子 所以老实讲 如果这样的话 我大概更能够理解你 你当时那种心理上的压力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看到很多的民调 我们是第三 但是的确街坊民调我们又特别好 是啊尤其那个有更厉害的 对 都好到不行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 不能够直接说哪一份民调 或是哪一份街坊 它就一定是真或一定是假 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 希望拿出最真的东西来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 但对 所以我觉得 的确那时候会有一点久久 就是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最终 我常常跟那个网友讲 比如说肖前回 说最终最准的民调 就是选举 当天晚上开出 结果还是真的很不理想 那个对你打击有这么大吗 所以想了很久 选举看到 我其实选举的时候 就有想过要离开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不行 不行的原因是 但我很希望可以陪 就是柯主席可以 至少他选这一次总统的 这一段历程 我是希望可以一起度过的 对 因为我觉得最刚开始 我那时候创党的时候 就进来嘛 那我相信民众党 其实大多数的人 加入这个团队 也是希望柯皮选总统 对 那我觉得这个 你是吗 我不是 你不是 你是 你干嘛 没有 哪有哪能乱 但是我没有想到 想到这么远 但是无论如何 比如说 OK 你支持的人 他现在要做这件事情 那你还是支持他 这样子 对啊 那当然我觉得民调是一个 还有当时就是 那个蓝白河 闹得很难看 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 让我觉得心很累 所以你是不战成蓝白河吗 嗯 不是 应该是说 我觉得当时明明 大家是希望政党轮替 是 那希望政党轮替的话 可是又偏偏蓝跟白 是都有派出自己的候选人 对啊 那所以最后大家 基本上啊 如果按照一般的数学逻辑 来想的话 可能就会觉得 那可能绿营 应该就是会赢 对 但是这一个事实 是当时你在那个 时空背景之下 你也不能够 只要讲了这么的 斩钉截铁的 哎呀 难为你啦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人 可能心里会有数 只是希望有奇迹发生 对 奇迹就是说 即使沙卡度 我们还是会赢 对 这个不叫奇迹嘛 这个跟 这个叫做痴心忘心 哈哈哈哈 我一觉得 其实真的不太可能 那 那保真我就蛮想知道 是说 OK我们已经 确定三个人都出来选了 突然有天有一个人跑去说 签了六点合约 要跟人家蓝白盒 其实这个部分 你是不能接受的吗 没有我老实说 那个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都在立法院党团那边 所以其实我并不是在科办那边之间的运作 所以他们当时其实在签了六点协议之前 他们的开会我也没有参与 因为你不在进办 对对对对对对 我不在进办 我那时候还是主要就是在帮委员们 处理党团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都是可能经过其他人 来通知一些 等一下喔 我们是不是又卡住了 卡住了吗 我没有卡住了吗 这个大楼国民党 你们不要在那边打架了 赶快回来接你们的网路线 没有吧 连有线都断了 我一定要讲 因为 就是因为之前 因为环宇 像环宇他们 是在这一栋录影 然后像以前我们每次走进来这一栋的时候 就很尴尬 我刚刚一走进来 然后刚好碰到环宇的记者 我就说我来录影 不要这样看我 好好好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让这一栋大楼的这个 无线有线全部都要正常 刚才是有 连有线都断掉了 好吓 所以还留下来 一度担心是不是我的问题 太红了 美爆了 美爆了 好各位观众朋友 那么赶快拜托 不好意思 请帮我们再一次 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赶快去烙人 烙人 不然的话 这个等一下也很难出门 好我们刚刚有前面 前面还有一段 应该还是到时候 会放在网路上面 还是大家可以看 因为我还是蛮想知道 是说 保证刚刚前面那一段 他有提到说 其实从选举的时候 看到这个所谓的民调 就是自己党内出来的民调 跟结果论来讲的话 其实那时候你已经开始有在 给孕亮想要离开 可是你又希望能够陪着主席 把这个美好的仗给打完 所以当时 其实对你来讲 尤其常常你要上节目 我也看到很多人 对你有很多的责难 甚至连主持人都有说 还会稍微 给你一点小排头吃 我们大家都一打 是 其实有时候真的很不忍 那我觉得那个是需要勇气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先不要管说 好像我们都打不赢人家 没有 这个有的时候 先不说这些 但是变成是说 你确定要离开的时候 那一刹那 在里面你有感受到 你有被架空 还是被霸凌 还是就是你在你自己 内心深处里面 你就是有一个 砍过不去 你非离开这个鬼地方 不可 我要先讲 因为当时的确有 太多太多的揣测 但我真的并不是 因为什么内斗或霸凌才离开 你告诉我谁欺负你 这个完全是我自己 最后做出的决定 我只能说它 有很多综合的因素 导致我最后做出这个决定 那我不能说 它就是一定是谁 来导致的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这个之前没有讲过 我就之前在 我记得 这个时候你如果 在断线的话 这个 就拔买走人了 我都拔买走人了 我都拔买走人了 讲到重点的时候 就会被断线 好好 我现在也很安静 不要吵你 陷入不要断 我该开始祷告 没有 就是之前我们 不是在台北 有办一个 永兴花园的小道 感谢会 那一天 你是说 我那天和鼎立一起主持 那是黄国昌办的那一次吗 还是事后 那个是党中央办 OK 是事后 所以就是选后了 选后 有有有 大家就是办一些这种 小草感谢会 OK 然后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是 就是 我跟鼎立主持 对 然后看大家 很诚实的说 我当时在主持的时候 是 我一度有点放空 我放空的原因是 我看着台下的支持者 但我心里在想着 我想要离开 哦 其实 很奇迹 那那个时候是因为 我本来在选举期间 我就已经有想要离开 但我一直都还在纠结 嗯 但我最后还是觉得好 我就先撑过去 然后到了那天感谢会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想着 我想离开 那我跟你说 所以台北的选择 柯文哲的时候 你其实是想离开 因为我在喊口号的时候 是醒着的 你知道有时候 就突然会有点 就是看着大家 然后也很感动 然后又开始有点放空 就觉得说 就是我很想离开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知道 就是一定会引起一些 你是说 这些小草 你这些可怜的小草们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这样的意思 不是 没有 但我必须要说 我那个时候 就是到结束 那场活动的结束 结束之后 然后也很多人来排队跟我拍照 是 那他们来跟我拍照的时候 又一直跟我说 保证加油 保证加油 他们有感觉到 你放了头吗 他们应该没有 为什么这么冰啊 他们应该没有 但是我觉得他们 就是他们 可能想说 这场选举没有赢 但他们就还是 一直希望可以给我们 加油打起 当然当然 然后坚定我们的心情 然后当他们在跟我说 保证加油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有点受之有愧的意思吗 就是我会 我那一段时间 其实我一直都很挣扎 包含我那个时候 其实到 全台其他限制 去浮选的时候 OK 也很多人来跟我拍照 然后我都会觉得我很 就是我会觉得 天哪我如果 就是哪一天我真的 离开党职的时候 我是不是很 会对这些支持者 所以我就会变成说 我一直都在那个 想离开跟 被喊加油 对对对对 那时候我又会一直 不断的被拉扯 所以我就是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是觉得 非常非常非常的挣扎 那我懂了 我本来想要问你说 为什么会大哭 我现在知道了 对 当局面对他的时候 真的会大哭 想到大哭 对啊就是 嗯 刚刚讲我 我之前有讲过 就是说 呃在 我觉得选举 后来选选之后 我觉得民众党的调性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改变 选后 对对对对 我觉得 其实在选举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那个调性 已经开始有点点改变 那谁在拉这个调 嗯 不好说 但我就觉得说 我觉得应该是说 这个调性也是 又断了 又断了吗 又断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也可以啊也可以 这样好了 不然都是现在都 正就是气氛当中 对啊 对啊 不然我们用路的好了 好 用路的好了 来吧 因为我们机器 一直都有在录 好 就继续讲就好了 继续讲 好 好 所以你开始 你那时候比如说好决定 而且你为什么会变成是 由你来宣布开记者会 记者会是这样我 我其实本来有想过说 要不要干脆就是默默离开就好 是 可是因为那时候 其实像志涵他来 他好像来第一天吧 对来第一天的时候 然后他其实那个时候 也都一直就是 希望我可以不要离开 对他也是希望 他已经希望有帮手啊 能够帮他 要不然怎么去那个衔接 对 然后但我就跟他说 我自己判断 我的当时的身心状态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 再撑一个会期了 那其实立法院他是这样 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也就是说 最好是在会期当中 要离开就赶快离开 不要在会期之间 之间 然后突然离开 因为那样子会被讲得更难听 就他们就会说 这个党团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才会导致这个人事异动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到了中间一个段落的时候 会期跟会期的修会期间 要趕快走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非常的纠结 我觉得时间非常的赶 然后我那时候说老实话 智涵来 我其实也蛮心安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当时文宣的东西 都是我在负责党团的运作 那我知道因为智涵来之后 他文宣很熟悉 所以变成说其实是有人可以接受的 那你跟智涵以前熟不熟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互动吗 老实说交集不多 因为他以前不是政府嘛 然后后来他在科进办 然后我都在党部和党外 所以其实之前的老实说交集不多 所以那我可以理解 所以老实说我觉得他有点衰 我觉得衰的原因是 我必须说老实话 当时其实也有一些媒体 他们有私下跟我说 确实有很多人告诉我说 你是被逼走的 没有他们有一些人私下跟我说 他们说保证其实你并没有说什么 但是媒体会做这个方向 就是说做成好像是我在跟他内斗这件事情 一方面其实是 有些媒体他们可能想要带这样子的方向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有点被扫 那这样今天刚好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 一定要给我剪出来 就是说其实你的心情实际状况 还是要实际上来说不冤枉 所以确实是因为你自己在很多的纠葛上面 有个砍你过不去 那天其实哭得真的会让你觉得说 你真的到底你受了多大的委屈这样子 所以你当时是已经计划好 说好我开完记者会转头走了以后 鼻涕擦一擦 我就是要开始身影了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时间也是就给你写了一个加油 你没办法多久以后才看 那很多人都有反应说 其实你几乎完全都没有看 我同意我可以同意 因为既然你有想要把心情沉淀一下 那你当时已经都每一步骤你都 就决定好了是不是 那天要开记者会是我跟志涵讨论过 然后决定要开记者会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是我被发现离开了 然后才被爆出来我们觉得那个 对党可能更不好 反而会有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好那我就自己来开记者会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哭这件事情 我觉得的确因为哭了之后 会被做很多很多的各种的揣测 但我当时的状态的确是 我已经决定好就是 这场记者会我讲完之后 然后我晚上的脸书我也写清楚之后 我就没有再对外回应了 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身份了 我就只是个一般党员了 我没有身份 我已经不再是发言人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先完全的 就先停下来 但是呢 的确在我跟外界隔绝的这段期间 我压力也很大 我的压力是 因为我知道就是 外界还是一直新闻 然后争论节目 一直在讲 真的讲了好几天 他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可是我又不想要再去多说什么了 就是我就觉得 你有看吗 你晚上有偷看争论节目 没有我其实是到后来 我后来的时候就大概看了一些片段 因为我家里没有这种电视 所以我其实也没有晚上那边 通常都看手机好不好 我都看片段而已 我通常不会看到一整集 没有 我都是后来才会看到一些片段 那段时间你总共休息了多久 关机了多久 我大概有一个礼拜吧 我后来是 当我开始去回答讯息的时候 是 然后我才发现 我被节目说我人间蒸发了 对 没有他去养胖了 他去养肉去了 我突然被宣布人间蒸发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天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说真的 休息的那一个礼拜 你自己的心情怎么样 很差 反正很差 很差的原因是什么 我以为完全没有任何的叨扰啊 没有任何的杂讯 没有 我之前大概 我那时候大概有三个礼拜的时间 大概三个礼拜 两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我出门是把自己包超级紧的 还是有出门 但是包起来就对了 就是我都戴眼镜戴口罩戴帽子 你长餐会有人不认识你吗 就是不太想被认出来 OK 对 不太想被认出来 OK 所以其实心情没有很好 我以为是说 反正就离开那个地方 是非之地 对你来讲也算是一个 卸掉了另外一个重任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 离开的时候要更好 那时候是因为我在无意间 听到Teresa修女 她讲了一句话 我还蛮感动 她说 Spray love everywhere you go Let no one ever come to you without living happier 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找你诉苦 你要想办法让她离开的时候是更好 不是说你离开要更好 但是你也可以这样解释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 好 如果保证今天觉得离开了以后是会更好的话 我当然要祝福她 离开的时候更好 你是带着好的离开 然后我也变好 你也变好 好 那我们来讲讲看几个月过去了 我说老实话 那时候 有没有变好 我本来离开的时候是 应该说我在离开之前 我那时候还撑了一段时间 是因为那个时候有新就 就是等于说新一任的委员要上任了 所以我们有一些前置作业 我那时候等于说禁办的人在休息了 但我没有休息 我持续的在处理立法院党团的事情 等他们新的人进来了 对 因为新的人进来 他们前面有一些前置作业要做 所以我那时候等于说我都没有停下来 然后我就已经心很累了 我就觉得真的心很累 你是对这个党整体的所谓的调累了 还是对某一个人 我不会去针对任何人 对 我不会去针对任何人 但我只能说 我觉得现在 我就应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党 它开始走这个调性 我觉得也是现在的支持者们喜欢看到的 对 那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每一个政党 它在走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样貌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好说它好或不好的 对 那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一定是希望第三次力越来越好的 我竟然当时会希望看到国会三党不过半 那我觉得第三次力可以持续的发展 绝对是好的 对 但是反正我那时候离开 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也是因为我也跟神祷告了非常久一段时间 是 是 那时候想跟我说就是 保证你的阶段性任务完成 我要带你去下一站 OK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很明确的 让我有这个勇气做出这个决定 即便我知道可能会引起非常大的 是啊 是啊 也确实是嘛 那你也休息了大概 如果后来再正式出来的时候 有一两个月了有吧 两个月 两个月 那到底什么原因又让你出来 你的神告诉你什么 说该出来了 那个时候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真的经历了蛮多的 我其实那一段时间 我也是去参加教会很多很多的活动 然后我甚至 因为我在我们教会也有在带 就是唱诗歌敬拜这样子 可以跟他分享 这些都是在之前在其他节目都没有分享过 是 只有因为就是 就是慧容杰也是 也是神的孩子 是 所以想要跟你分享 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教会的时候 我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 我就突然倒下 无预警的倒下 就是我那时候在 倒下就是 就是突然倒在地上去 就从舞台上摔下去 真的喔 那时候也把我们教会的人给吓坏 是啊 因为我那时候状态很高 就是我状态真的非常不好 然后那时候倒下的时候 我还没有意识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想说 是昏倒 突然昏倒 就突然昏倒 就突然昏倒 然后直接摔下去 那时候大家想说 是会不会摔个脑震道 对啊 然后大家都很担心 然后我 我真的可以分享这个见证 我那个时候 我有认真讲 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时间 我立刻觉得 我被耶稣带去天堂 我真的看到天堂的画面 然后我真的惊呆了 就是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天堂很美 你看到了 就是一样就是蓝天白日 然后也有白色的城堡 所以心情是很好的 没有 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耶稣坐在我的右手边 然后他在跟我聊天 他桌上有很丰盛的饮食 OK 但我听不到他讲话 但我看到他很开心 你只是觉得他很开心 那我就大概摔下去了 那几秒钟 我就立刻看到那个画面之后 我后来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是已经被扶起来 坐在地板上 是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教会的 就是朋友都跟我讲说 我那个时候是直接整个人 这样子 就一百... 那好危险喔 但我后来很神奇的是 我只有小腿有一些皮肉伤 真的喔 我真的是感谢神 真的真的 那然后我后来就是 就是教会的姐姐 然后就带我去帮我祷告嘛 然后他们就说 我那时候就一直在哭 一直哭 就我一直在流泪 是 然后他说他那时候也看到一个画面 他说他看到 就是耶稣从宝座上走下来 然后就在我的旁边 就是待着 所以他那时候知道说我会没有事 OK 所以我就觉得 哇那整个画面其实是连贯的 就是从我去天堂看到的画面 好啊 然后跟后来就是教会姐姐 他帮我祷告 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连贯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就是其实心里很平安 OK 然后也觉得很平静 我知道神 祂一定有祂的用意 那我在过程当中 这休息的这一段时间 就是我其实也纠结了很久 然后低潮了很久 OK 那我就一直知道 大概是三月底 就是复活节那个时候 嗯嗯嗯 在复活节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会谁也跟我说 嗯 哦真的要重生了 对要重生了 嗯 然后我就发现 对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对 所以我该 我该就是 做点什么 也就是说 我原本来到政治圈 其实本来就是因为 我就对我被上帝感动 然后所以来到这个圈子 那 那我觉得 我后来的感觉也是说 其实神他也是会希望说 有人可以持续在这个圈子里面去努力 是 那也很刚巧 那个时候 就在我 就是被神在复活节那段 期间感动的时候 然后基隆那边就来电了 那这段时间 除了基隆以外 没有别的吗 有其他 应该有嘛 有聊过 然后就是大概也有接触过 可是你那时候 状况并不是很好 却还是一直有人在跟你谈 我其实那时候 一离开的时候 就一直都 还蛮多 我就很感谢就是 大家都有机会 还是大家都等着你离开是吧 哈哈哈哈 就是政治圈的也有 然后企业界的也有 或是媒体圈的也有 其实都有来接触 就他们觉得 所以保证既然离开这个党职 那感觉好像可以去展开 下一个阶段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很感谢他们给我机会 但是反而就是 在那段时间 我就跟他们讲说 就是因为我刚离职 所以我还是想说 先让自己沉淀一下 然后也更了解一下说 自己接下来 到底要不要继续走政治这条路 这个是我必须要先确定 先确定 对我必须要先确定 所以我觉得很刚巧的时候 是那个时候 当我已经差不多想清楚了 然后基隆就也来电了 OK 那基隆来电 我们所知道的 好像是邱夫市长跟你接触 所以你之前认识吗 之前有认识 但其实之前交集也不多 他那时候跟我说法是说 因为他们的确也有想要找 就是可能女性 然后比较也是类似那种 可以去做推广 然后发言这样子 这样的模式 是不是其他的现实好像 比较少听到的这样的模式 还是都有 应该是说 你说一般那种什么 城市的清善大使 然后或是一些这种 就是大使这个名字 其实并不是手上的 对啊 而且还是政策推广大使 我觉得这也是 比较神奇的地方 因为过往通常这个模式 比较是在艺人 或是往通的身上 有点像代言人那种感 对对对对 但因为我给大家的感觉 跟印象比较多是政治人物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你政治人物 你就直接进到体制内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弄这个大使 对啊 为什么就是你可以标得到 他们说 对那我们这样讲 他们其实当时 并不是只有考量我一个人 他们其实是 最后整个综合的评估过后 然后才选出我 对 所以也不是说什么 什么 只有我知道这个案子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所谓的量身体 谈了多久 谈了多久 我的意思说 一拍集合谈了 大家都马上就说 可行 其实我们那时候 第一时间就是聊过之后 我觉得大家的 我觉得那个 理念跟方向 我觉得其实就差不多了 你知道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说 为什么会选基隆 因为我所 我个人听到的台中台北 甚至其他的有些节目啊 或者就像你讲的 企业我倒是没想到 因为我一直觉得 你如果确定不走企业 你一定就是完全 比较着重在政治圈里面嘛 我那时候会想 我想到了 谢国良是基督徒 对啊 我都有想到这样 因为他确实是让我 我不知道他到底 但是每一次的接触 我可以接受 他有一些论述 我其实还是蛮能够接受 所以当时 那推广有压力吗 比如说 他每一个政策都会需要你来帮忙去做推广 还是只有新的政策才需要推广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他们的需求 因为他们其实比较多 可能会希望我先从 就是接下来要成立的那个儿少处 就是儿童跟少年相关的一些事物的这个方向去切入嘛 那但是包含像是那种可能在社会局 是 产发处 是 其实他们有一些各局处 他们也会有希望有一些政策可以推广 那我也都会去协助 所以 我觉得主要像是市府 开什么菜单来 那种感觉 那你就准备要好好介绍这个菜单 就接受点菜 那你要去受训吗 要去上课吗 没有耶 总不能讲话 这个总不能讲错啊 这个 这个 都更的讲到社会局去 我觉得还好 因为他们 我觉得他们可能当然对我过去的一些发言 我觉得他们对我相对是算信任 OK 那所以没有什么样的压力 你不用有业绩压力 我觉得到底没有业绩不业绩 反正我觉得就是按照合约走嘛 然后他们有什么样子的需求 然后希望有哪些政策可以更多的 让市民朋友知道 那我就去帮忙在社群上面 或媒体上面来做推广 那有任期吗 这是一年的 一年的 对 这个合约是前一年的 OK 那待遇算还不错 它是一年的合约就是多少钱这样 那里面有签布 比如说你要代言什么样的场合 就讲好什么时候你要进来 什么的 这都有很 对不对 就是合约当然我觉得他都会写好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什么就是领略性 其实并不是 它其实就是 它应该说它是要每个月 然后我要去缴出成果报告 他们才能够去签合这个费用 所以并不是说我就是挂了这个名字 所以还是有点KVI 你要写一下 对啊 没那么好 对 我还是要缴成果报告 还是要是吗 他们要签合的 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 基隆市 我知道你刚刚从希腊回来 因为我们时间已经断掉了 不然我好想请你讲一下 好这样好了 你用最简单的方式介绍一下希腊 然后顺便告诉大家 你是不是去度蜜月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介绍 好好来介绍基隆 因为老实跟你讲 我这些年 尤其之后面一两年 其实我常常去基隆 我对基隆其实印象好好好 变很好 变很好 变很好对 不管是那个庙口 或者尤其他前面那个海洋广场 因为我那个街头民调也有去基隆 所以印象非常非常的好 好来 给你几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 哎 介绍希腊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吃东西 今天我们制作单位很棒 还好帮我们介绍 松饼 然后一直闻到香味 然后就有一个 谢谢 对你应该可以吃了 你有什么机会吗 我现在不太能吃甜的 因为你的味的 因为我现在是有点 喉咙有点卡 跟你的胃有关系吗 没有 就会感冒有关系 因为我知道 你是那个 吃东西是来者不去 然后怎么吃都吃不胖 这我真的非常的讨人厌 来来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希腊 希腊 希腊 我其实是这样 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从2019年 就是2019年 我踏入政治圈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出过过 对 然后包含就是之前疫情 什么都没有出过过 所以我那时候 我就想说 哇 那我 都这么久没出过 我一定要去一个 我一直都很想要去的地方 OK 我一直以来最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希腊 是喔 为什么我会喜欢 因为它这个 就是它那个 蓝色的 这个蓝白建筑物 它这个是教堂 是蓝丁教堂 OK 我后来才发现 我去到现场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小时候 这么喜欢的一个 蓝白色建筑物 原来它是教堂 OK 我就觉得 哇 真的好神奇 是 真的 小小的吗 还是 它是很大的建筑物 对 它是蓝白色的那种建筑物 是 然后我那时候 我就想说 哇 那我一定要去希腊 我是跟团去的 对 我是跟团去的 OK 跟团 什么样的团 男友团 不是 就是跟我一个朋友 对 然后我们就一起跟团 男男女的 以及女生朋友 一个女生 我现在单身好了 确定单身 为什么讲到单身 好像不断讲很小生 因为我现在单身 现在单身 OK 那一团 不是去建立友谊的吗 也没有 但我觉得 因为我们那是一个小小团 就是那边是 大概十几个人而已 所以的确大家会互相认数 我觉得那也还蛮好的 有男生吗 勇哥他们大多都是夫妻党了 大多都是夫妻党了 那夫妻有儿子吗 这我不知道 那不重要 OK 结果去了几天 去十天 但因为你扣掉那些 就是转机打飞机的话 大家也就是剩七天左右 总而言之 希腊的话 如果真的照你这样说 你有把心带回来吗 我本来 我其实就是收心说了蛮久 因为我最以前觉得 希腊最适合就是度蜜月去 因为后来发现 因为没有另一半 然后可以度蜜月 所以 有没有先自己去就好 所以你会再去嘛 对不对 可以再去啊 有机会的话 那度 为什么希腊会适合度蜜月 我觉得那边真的是 真的是 因为它整个步调非常非常的慢 OK 然后他们对于观光客 跟来自各国的人 都非常的友善 OK 真的非常的友善 因为那边是观光圣地 所以他们对任何人都非常的友善 对 那我觉得说 其实它给我的印象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看海 是 然后那边的海真的是 有一个说法说 上帝把所有蓝都给人洗 那边的海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冷 是 很美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是会 去到那边还会想再去 而且我甚至会觉得说 可以去那边的 比方说 米克诺斯岛 或者是盛托里尼岛 去那边直接一个礼拜 long stay 就不用太多的事情 就在那边坐着看看 躺在那里 然后肚子饿再去找餐厅吃饭 再回来看看 那餐厅东西好不好吃 我觉得 我还是蛮喜欢台湾的食物 那个厕所那边比较多 都是一些那种 披萨 啊 比较认识一点的东西 对 那咖啡呢 咖啡 我不太喝咖啡 我不太喝咖啡 那我不要跟你去 我都喝茶 那不要跟你去 没有喝咖啡 这日子怎么过呢 怎么能配上这个美丽的地方 是不是 一定要有一杯咖啡 带了一本书 然后我哪里都不去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想法 如果这里去度蜜月 是因为哪里都不用去 都躲在房间里面 是这个意思 没有 我就是觉得可以一直看海 OK 看海 好 基隆也有海 对 来介绍一下基隆吧 我也是很喜欢基隆 看海这件事情 你去基隆当大使之前 去过基隆多少次 会常去吗 老实说没有到非常常去 可是我的确心情不好 所以喜欢去基隆那边可以看海 然后还有包含就是逛夜市 庙口夜市 是啊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基隆是 因为基北北陶 它是一个大的生活圈 可是里面只剩下基隆不是直辖市 对 对 北陶都是直辖市 那我觉得老实说 那个资源其实有落差 那再来就是 我觉得资源有落差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基隆明明是一个 它可以变成很好的观光旅游景点 但是我觉得它需要被夺的跟 被宣传 然后被指导 对 对 尤其是我觉得就是看海这件事情 然后它们的饰鸟是老鹰嘛 对 老鹰我也是很喜欢 就是 但喜欢的原因是也是因为一句经文 就是如鹰展翅 如鹰展翅 没错 每次我去基隆看海 然后看到老鹰飞 我甚至看到老鹰在那边觅食 有时候我就觉得就是 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然后非常的有利益 那除了你身为这个基隆的 所谓的政策推广大使 你可以自己办一场说 在你比如说 你可以号召你的这个粉丝们 去办一场说 来 由我保真这位推广大使 来介绍大家认识基隆 然后带大家去玩基隆 也可以这样吗 这个可能就要跟市府那边讨论 因为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 市府那边的任务为主 以他们为主 但是我觉得就是比方说我自己 我自己运用我的社群 然后可能 比方说真的去逛夜市 或是去游些旅游景点 或是游些 就是去一些什么书店啊 或者你要去一些观光景点 然后去帮人做介绍 我觉得这个运用我自己的社群去做 其实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知道基隆有 除了庙口以外 其实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我在想 我考考你看你知不知道 基隆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你知道是什么 你知道吗 基隆以前 基隆港 那是不是台湾是 曾经的经济贸易大国 出口非常大的 所以会有很多的什么 你知道吗 船 船一个 再来就是曝光行 嗯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 舶来品店 哦 是 可是现在都没有了 都不见了 这个其实很可惜 我曾经想要到基隆去找那个 以前的舶来品店 嗯 那个以前啊 真的是有人专程要到你去 因为还有很多船员嘛 嗯 然后来的话就把这个 他们带回来的所有的 舶来品就在这个地方 嗯 那因为台湾的出口呢 全部都在基隆集合 要从基隆港出去 所以有曝光行很多 嗯 非常非常多 然后一档 探曝光行的几年 曝光行真的赚不少钱 哦 我觉得你有机会到 可以去把这个部分 给找出来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什么样的帮助 那上次我去做街头的时候 我觉得基隆给我 另外一个感觉就是 它是舒服的 因为它有海风在吹 可是老实讲 它这个所谓的 无障碍空间还是要改善 这个会跟你 哦 这个也是 这个其实他们现在有 就是有在推广一个东西 就是说他们的 可能比方说便利商店 是是是 要更多的一些这种 无障碍波特 真的真的 然后甚至可能比较 这种友善空间的一个设立 是啊是啊 他们现在是有要继续 往这个方向去 没有错 那先祝福你这个 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谢谢 然后会有可能有一天 比如说一段时间以后 干脆直接就进到 这个基隆市政府里面去变成 他们的这种政务官吗 会有这种延伸 我目前没有这个安排 目前是没有这个安排 OK 因为讲到这个的话 那如果这个基隆市政府 留不住你这个人才 这也是现在 目前很多人在讲的一件事情 甚至前一阵子 就争论节目也 反正讲成文哲的这个前 我们是基隆市政府 留不住 对我现在要延伸到 我们台北市政府 曾经的前台北市政府的 政府留不住人才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还好小姐我跑得快 没有 为什么他觉得跑得快 你曾经有过在 你是说因为他最近 那些孩子 对啊 我是没有这种想法 可是我觉得 就是科主席 他现在面临这个也是 也是辛苦了 是啊 是啊 但是我觉得有一方面 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就是你知道 选后的清算 那为什么这时候算 我在想说 我为什么会这个时候算 我那时候刚好去希腊 就是我去希腊玩 然后就看到这个新闻 我想说怎么 现在突然就是 对啊 三大案 你会不会有一种 你觉得是说 是什么样的感觉说 事不关己 跟我已经没关系了 或者是会觉得 还是有点 就是总是曾经的老板 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还是 会想跟他说加油 你会想跟他说加油 所以如果有机会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加油 对啊 还是会跟他说加油 因为我觉得他 那你为什么不发一个 有LINE给他 我们还是会讯息啊 他会吗 还是会有讯息啦 那你走了到今天为止 他发的讯息 有问过你什么吗 他其实 我离开 其实他一直都有要找我 聊聊 有 一直都有 其实一直都有 都有说要找聊 只是后来因为时间没有搭上 那那时候又去麦聊嘛 对 然后我那时候也有去 我回台中 然后 还有去嘉宜 找经纪朋友 是 反正我们的时间就没搭上 是是是 反正就是他 就是我们还是 还是 偶尔会有联系 你觉得他是有诚意的吗 偶尔还是会有联系的 他那时候 还是他只是要 告诉媒体说 有啊我有关心到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但反正我会觉得他 就是 他还是 的确有想要聊聊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 他想要跟我聊 应该是想要跟我聊 就是要不要选举这些事情 所以 我就觉得说 那就之后再说 因为我还没有想清楚 这个部分还没想清楚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可能或许也还不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 会 开始想 有一直都在想 一直都有在想 一直都有在想 对 可是因为我家人 其实并没有那么希望 我们在选举 你自己呢 我自己 成分大不大 再选的成分大不大 再选的成分大不大 我还在思考 还是在思考 所以如果光 要不要选都还在思考 所以选哪里 选什么都还在 还没有做决定 对 还没有决定 你想痛的时候 你会愿意跟我讲 然后我们再来上节目 聊一下 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 一直去逼问你说 你一定要想 我觉得那个老实讲 我自己觉得 那个意义不大 不如你想清楚 你愿意讲的时候 像现在 很多话你可以讲的时候 来说的话 说的痛快一点 那种感觉 有很多人也讲 我真的在脸书上有看过 或者甚至在很多的节目 或者底下 或者有一些 就像你讲说片段的节目 底下会想说 杨宝珍可能马上 就要去国民党了 没有啦 会 一定有很多人 认为你招手啊 有吧 一定会有吧 招手 但是招手会有 OK 那你现在还是民众党 我现在民众党 你是中生党员 中生党员嘛 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对 但我还是 我还是希望第三次力好 OK 所以你对民众党本身这个党 你还是希望它好 我还是有期待 你没有想过要 还是有期待 我还是有期待 所以519你会去吗 519 就明天 不是 不是后天 519我还在 还是我陪你去 你把它包得紧紧了 然后大家都看不出来是你 然后突然就 站在那个 正中央的时候这样 因为我很担心说 有人说我们会不够 我很担心如果你没去的话 就刚好999 不会啦 不会啦 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都 应该说我觉得 我们的支持者还是 会去 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认同说 现在主席跟 像国唱委员 或是委员们 他们所发起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认同的 就一定的回去 那我自己觉得啦 我老实说 我自己会觉得 在520之前 然后这一场的活动 就是那个时间点有一点 我自己觉得有点 尴尬 就519他们家又没人 人家再放家 出来又没大人 因为应该说 一般我们 520要去吃人家的 吃人家的好吃的 这样子的意思 应该说 因为520要就职 我突然发现不直播蛮快乐的 你知道吗 不直播反正没有人 就只有几个 然后我就可以乱讲 底下也不会有人骂我 如果真的讲不好 反正就 再剪掉了 剪掉了 所以反正你多讲一点 多讲一点 那说520要就职 那我觉得不管 就是赖清德 他现在 maybe 很多人说什么 少数人的总统 说什么就是他 应该适成的支持率 但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最后是他选上 那就职的话 大家应该是说 好先祝福 然后也希望新的政府 真的可以把 是啊 过去的 我们每一次都这样希望好不好 过去的小英的未尽之功 能够继续把它做好 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的期待 不是开心的事啊 不是开心就是很困难的意思 那好我当然知道说 现在民众有办这个519活动 当然是希望可以唤起民进党 要去面对你过去没有做这件事情 他在郑重的提醒 你要去记得这件事情 他果然是发言人 我觉得多数的民众去看的时候 会觉得 人家520要就职 然后你前一天去提管 就是一般的民众直观看 会觉得有一点不乖 那你在希腊的时候 难道没有读到吗 这是我们的国昌老师 从4月份就已经策划到现在啊 所以他一定有想清楚 而且国昌老师对我来 对我来讲他是绝顶聪明的人啊 虽然他也是比较属于那种 自我为主的一个人啊 他只是比较安静 会咆哮型的那个雅士伯格 安静跟咆哮有点 就是说比较话少一点 却又会咆哮的雅士伯格 好 那难道他会没有想到有这样子的 这种尴尬吗 然后当时4月份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一定会被邀请去参加520啊 然后再来 所以这个整个媒体 几乎已经连续三四个晚上都在讲说 根本他已经略竹带袍了 他已经取代了柯文哲了 然后柯文哲完全就是好像已经消红啊 你自己怎么看呢 如果你身为代言人 发言人你会怎么说 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不是发言人了 如果你是发言人 如果今天你还是发言人 你会怎么样出来讲话 没有我现在就 既然我已经不是那个 你就不说了 那我说好了 主持人跟你讲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 因为像比方说像之前的716好了 716那时候就很明确嘛 那时候可能针对司法改革 然后针对在居住正义这一块 它是有一个主题性的 那我觉得那时候是已经积了一大段的民怨 大家想要要求改变 所以出来办这个游行 我觉得就是那个时间点我觉得还蛮好 但是因为现在尴尬的是 你在人家就职的前一天 然后去讲这些事情 一方面大家会觉得说 他还没有上任 那也不知道他会做成什么样子 那你现在是出来是呼吁他 还是要去抗议他 因为看不太清楚 对 如果说你是要去呼吁 那我觉得这时间点也OK 但你如果说是要出来抗议的话 那你是抗议蔡英文还是抗议賴清德 蔡英文就背面看着你这样 就是他已经要下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的支持者一定会支持 就会觉得会支持这个诉求 可是我觉得其他的民众 可能会第一时间看会觉得 这个时间点这样子办 保证说 有点问号 说这句话有点点那个 我们的支持者都一定会支持 也不是说都一定会支持 这是第一点 然后再来这样讲起来 好像觉得这些小草们 或者是正在转型要变成小葱们的 或者小葱盖过的小草 什么之类的 会让人家觉得 我们是不是有点stupid 我觉得倒不是 不会 倒不是 因为我有可能会去 我就不要被人家笑说 这么笨 我觉得应该说 你都不去 我可能不会去 你不会去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人邀请你吗 我知道这个讯息 但我没有直接从可能党内收到这个东西 但我有看到这个讯息 对 我是 我应该是不会去 那你现在跟所谓的民众党里面 还有谁跟你会比较就是会联系的吗 现在联系的都比较少了 比较少了 比较少了 但是无论如何你对民众党 还是有你的期待 什么样的期待 我就希望第三次司令可以长存下去 目前你选后这几个月 你觉得还是有机会吗 现在还是 可是的确最近也开始有出现一些民调 但我觉得民调也是参考 有些民调开始说什么 是 民众党的就是支持度 持续往下走啊 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的确现在是有看到这样子的民调数据 那我觉得也是个提醒 OK 对也是个提醒 OK 我可以说一下 我老实讲 我觉得国昌老师真的很亮 他非常的亮 而且他完全catch到 他是真的非常的亮 那 但我觉得同时可惜的一件事情 是 我们有八位立委 是 我们有八位立委 有喔 没有好像 好像变成一位而已 没有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就是 但是我觉得有利有弊 就是 因为一个立委 他很亮 那所以也带动了大家 对民众党立委的认识 是 但有没有机会可以把 这个光 这个光光 能够更 这个亮光 有机会让其他的立委 也可以被大家更多的认识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有一个毛病就是这样 这几个立委 其实都非常的优秀 可是无论如何 在社会地位上 有他们 本来就应该有的地位 他们就很怕做说事情 然后因为国昌老师太光亮了 太闪耀了 他们就很怕做说事情 就好像马上就会被比较 一比较下来就觉得 不要说就好 那这个就要 你忘记那个 最近有人讲了一句话说 我们的蔡英文呢 她这些年呢 就是少说多做 然后就不会犯大错 所以我也很担心 我们的立委会变成这种心态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像比方说啦 过去好了 因为不少是五位 虽然后来有些地不上 是 可是都相当优秀了 应该说他们的那个 大家对他们的IP 都非常的明确 是 就是过去的那几位立委 就是大家一讲到这个立委 就立刻说 他可能跟经济台商学者 是很清楚 或是跟科技 对 就是他们会立刻 或是医护 就会立刻被联想到一个ID 但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几位立委 会好像比较没有被看到 我觉得这个要把它剪出来 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呼吁 而且我也不止一次有看到 有人在做这样子的分析 我觉得确实有很需要 我觉得当然你们都很棒 然后每位立委都很棒 有你们的专业 你应该要适时的去发挥出来 我可以分享一个 这个 但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党团 会有不同的做法 只是说像之前 就是当时是邱成员的总招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负责就是 帮忙安排一些记者会 我们那时候曾经有过 一整周每天都有记者会 超红困 每天霸里面就通知说 等一下9点要开记者会 那一阵子都会 崩溃到连记者都崩溃 我说你们太多吧 就是因为我们会希望把我们的 尽量对于每一个事件 或是霸的议题 我们都有看法 就是我们都可以有标准 我们是这样子希望 当然就是频率不一定要到每天 那我们通常一周会有2到3次 有有有有 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是这样做 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安排 都会非常的留意 让每一个立委都有表现的机会 也就是说我们会去算次数 哦哦哦哦哦 好列表了 好打扣 这个月 哪几位立委就是大概 参加党团记者会的这个次数 我们其实会去留意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会希望每一个立委都有 他们可以表现论述的机会 这个是当时你们开会 就是说你应该做的事情吗 是还是 就是我那时候都会去 会去安排这个东西 当然要问立委啊 就是立委们要看他们的时间 允不允许 那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也不勉强 可是你不觉得 但是会邀请他们 就是可以参加记者会这样 有了效果以后 其实他们也会很乐意的 其实这就有一种训练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比方说像那个说晚会委员 晚会委员他那时候 因为他有一些额外截壁 那可能就是他自己自办的记者会 那党团记者会 我们也都还是会邀请每一位委员 我们会安排说可能 礼拜二或礼拜三或礼拜五 那哪一位哪一天可以 我们会去做安排 那其他就是委员 如果他们自己有其他想发挥的议题 他们就可以来自办记者会 OK 保证几个问题我稍微 还是要八卦一下 爸妈就是八卦 我知道你不喜欢人家称呼你为 所谓的前幕僚 好那不管是前幕僚也好 前发言人也好 或者是前以前的什么中委会 或者什么有的没的这些 最近很明显的因为柯师傅之前的一些案件 就让很多的所谓的前幕僚 前任什么东西的这些朋友们 也算是可能以前跟你都有同事过 他们就拼命的上了很多的争论节目 也谈了很多的表态 你自己怎么看 你会接收这样的通告吗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讲科文的坏话 我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刚离开的时候 也是非常多的节目都有来邀议 那我那时候其实也大致感受得到 他们希望我往哪个方向走 一定会啊 对啊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 骂科文者就有收视率咧 骂科P就有流量 就有收视率 然后你就会有通告 但我那个时候 我自己没有 我自己不会希望这样子 我自己个人 我会这样做 但是我应该说 之前的这些伙伴 我觉得他们在节目上的一些发言 我觉得他们可能自己也会觉得 他们是说出真实的状况 或是说出心理话 或是他们真的想要对科主席喊话 我确定他们真实的目标是 但是我觉得对他们言 他们可能也不会觉得说 我只是为黑而黑 而是他们想要去讲出点声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一定的对错 只是说我自己个人 可能不会是这样子的方式 我当然 我当然比方说我刚刚所讲的 以上所讲的 有一些我们的支持者 搞不好也觉得我在黑啊 有可能 我现在就是每个人看吧 对啊 对啊 柯文哲现在是你没看 对某些人来讲 是一点点都不能讲的 也有也有 我自己觉得 我的讲话已经算中立了 是是 那可是有一些 有些人朋友就是看着就觉得你在黑 不行 你想都不要想 你连动作都不可以 有 你眼神都不行 有有有 这一群观众朋友 我们也希望你的这个 烧鞍勿照 或者这个 这个现在我们其实是 还是真的要来 那我觉得也不能直接说 这些前幕僚都是在黑 未必都是 看也许是在路 是看起来像是 看起来像是 看起来像是 我眼前的黑不是黑 这样子 每个人的黑的定律不一样 所以之前有些人可能会定义说 比方说像玉安好了 玉安之前 你自己点名 他刚刚上节目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时候都会在 就是 我听到有一些大家都在私下 可能在开玩笑的时候 他是磕灰 灰色地带这样 灰 然后他们 就是他那时候上历史歌节目 他会自己去评分说 他今天的磕黑指数有多少次 那现在他看起来就是 好像就是 就是让大家觉得 那个黑就越来越明显 真的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 觉得他说他想说 他也想 对 其实他的想法也是这样 所以他甚至也根本 直接摆明跟你讲说 谁理你啊 这样子 随便你们怎样 反正我通告会有赚到就好了 而且确实他也讲了 他想要讲的话 只是说 如果照这样说的话 你对民众党有期待 你自己又觉得是说 不适合去批评前面的那个 那刚刚我也问你了 柯文哲 如果有一天 你要跟他说话 但是始终 你好像在这个line上面 或者打电话 你其实还是没有打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 我们来打电话给他 立刻是不是 要不要 我们来打电话给他 看他会不会接电话 我们来打电话 那如果他真的接了电话的话 你想要跟他说什么 我跟他说加油 好 他真的打喔 太好笑了 反正因为现在是那个 录影嘛 录影的话就是随便 录影的话谁想 直接出楼 对啊 我正在开会 那有一个人 我们现在正在录影 有一个人要跟你讲一句话 可以吗 所以 我正在开会 杨宝珍要跟你讲一句话 不用啦 不用啦 美国支部在跟我讲话 不要跟你讲 好 好 拜拜 好 至少他愿意接我的电话 哎哟 吓死人了 他在开会看他还是接你的电话 对对对对 还是接我们电话 而且他说不用啦 不用他讲这个 不过宝珍还是有跟他讲的 哈哈哈 好好好 好好笑 这句话我们终归已经讲到了 该做的我们做了嘛 对对 就像你自己讲的 该打的那个仗已经打完了 该跑的路也跑过了 好那往后前面 我当然要祝福你越来越好 来重新开一下条件吧 什么条件 是要保护自己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是 甚至有偶包的那个小姐 哈哈哈 但是老实讲 你到底对婚姻 对爱情 有什么样的期待 还是会希望可以走入婚姻啊 嗯哼 但我自己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 我会希望那一半也是跟我同样的 那当然很多是希望 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啦 可是 呃 一定要是男的 哈哈哈 呃 要大 要比你大 还是比你小是无所谓 呃 不一定 不一定 没关系 就喜欢就好 那我就要就是 反正就成熟 要成熟 有责任心 有责任心 然后要不要爱你父母亲 当然要 要爱你父母亲 那你会爱他父母亲吗 也会爱 然后你同样要爱上帝 这样子 好那有有什么样的工作 比如年收入至少要5000 晚 哈哈哈 不用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物质 每年 每年要带你去希腊两次 哈哈哈 哦 可以一起出去旅游 当然是好的啊 OK OK 身高180 体重 体重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像也也没有 我其实对 对身高也没有特别的 是 那你老实讲 比如说OK 我们来做一个比例好了啦 你看到孔流会心跳吗 或者是那个玄冰啊 我是一直说你喜欢男型的这样子 哦 大家比较好自己 自己衡量自己一下 哦 我最近看我觉得金秀贤真的很可爱 哈哈哈 你不要讲可爱的啦 他是弟弟 不是 我会被打 他真的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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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那个来自星星的你一直到那个类之牛 我没有到就是都追剧 但是我都有看到一些片段那些话 他真的 还好你不是跟我抢孔流 OK 可以 那就可以 哈哈哈 哈哈哈 这确实是好 好好好 最后一个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有什么事情是你 不能说的 我 我可以逼你说吗 不能说 不能说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是不是 哈哈哈 你什么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不能说的 不能说的 哦 在你的工作职场啊 或者正经历的这一段时间 你有什么 其实你在心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说的 没有 好像还 那个表情应该没有的样子 好像还好 应该还好 好 无论如果还是都是祝福你啦 因为这个 那天我还想到这个 就是 就是他们讲的 有一天就在写写那个的时候 就想到那个陈淑华唱的 你走你的路 反正 到现在如果我们的感情应该结束的话 那你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在乎 就会让很多事情有很多的牵绊 所以老实讲 你到底现在对民众党还有在乎吗 有啊 一定有啊 哦 那就好 我若不在乎的话 就是 不来接受访问的 但是说如果 如果不在乎的话 我的 可能评论的方式也不是讲这样 哦 我懂了 大家都听了 好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保真接受 我们今天各位观众朋友 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 我最后都是用录影的 然后一波三轴 我们的线路总共断三次 还是四次 没有关系 好事多么 因为保真来 因为他美爆了 太好了 我都觉得我被民主了 我没有说什么 不能说的 还好 还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 还可被接受 实在是因为保真实在是美爆了 所以就发生这种线路就爆掉了 好 非常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非常谢谢我们的保真 谢谢 谢谢大家 希望下次再回来 好 各位观众 带着基隆丸 对 这很重要 对 没错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礼拜见了 谢谢 拜拜